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一篇财经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这一本杂志的商业板块第五篇 它的标题写得非常有意思 它写的是 Hungry 饥饿很饥饿的独角兽 那后面写的是说呢 经过2021年的狂欢之后 现在全球独角兽迎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挣扎 那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 其实独角兽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认为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新创成功的一个benchmark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独角兽 不过大家不知道 2021年确实因为全世界金融市场的这个繁茂 加上所谓的纾困刺激的资金刺激 其实全世界诞生了超过1000家的独角兽 那可是呢 从11月份的最高点比较起来 这些所谓的科技独角兽的股价已经下跌超过15% 也就是说呢 其实市值跌得非常的凶 它里面特别提到了Netflix 就全世界串流媒体的龙头 Netflix 那在最近呢市值就跌了三分之一 540亿美元的市值就一下子烟飞云散 那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公开市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对于科技股的斩杀或者是动荡 主要当然是来自于通货膨胀还有所谓的FED或全球央行的升息造成呢 使资金成本变高现金流的未来价值变低 所以呢科技股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在未来来看呢 其实经济学员特别提醒我们有三种独角兽可能是大家要稍微避免的 首先就是金融科技 Fintech 第二个呢是商业软体 第三个是跟硬体margin高的一些独角兽 那这三种独角兽大家可能要比较避免 那哪些独角兽风险可能会比较低 首先可能是还early stage的一些独角兽 因为它距离上市还很远 所以面对公开市场的动荡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 另外就是在2021年如果募资相对已经成功口袋满满的独角兽 可能在过寒冬的过程里面也会比较好 那总而言之我觉得科技独角兽现在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动荡 过去美好的时光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那在未来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科技创新还是会持续 只是呢大家会更关注你怎么make money 或者提供profit 就是能够获利给大家看 这可能是从公开市场慢慢衍生到所谓的初级市场 全世界的一个变化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经济学人 有关独角兽的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